TPPS新旺爱永续基金会推出爱无限公益活动 邀请艺人林新如担任爱无限公益大使 来到新庄忙人重建院 林新如扮演过多次市长角色 对市长者相当有体验 也了解到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百业受影响 连带照顾弱势族群的非盈利机构募款困难 参与爱无限公益系列活动 希望能募得1500万元 筹措照顾弱势的经费 其实今年这个新冠疫情很严重 平常的一些工友的这些照顾站 他们很多的都是关闭的 因为怕一些群聚的关系 所以让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他们的生活就更加的困难 然后希望现在能够大家 能够多换起一些大家的爱心来帮助他们 虽然我们还看不到疫情的尾端 但是我们在疫情后 我们可不可以换起大家的爱心 一起来关注这个被忽视的弱势中的弱势 包括盲人重建院在内的非盈利机构 今年因为疫情关系首当其冲 捐款跟着下降 甚至只剩过去同期的四分之一 还有些机构赤字更高达了700万元 疫情寒冬感受特别深刻 大众的这个爱心汇集 然后我们才能够维持到六十几年 那今年真的比较辛苦 所以透过TBS 就是新旺爱永续基金会的这样的募款 我们希望今年这个困难能够减少一点 然后对我们帮助的四丈朋友 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依然秉持着 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伸出援手 让他们能够重回正常的生活 TBS新旺爱永续基金会 除了以林心如为公益大使 号召社会各界小额捐款之外 并会以旗下新闻主播 到全台20家合作社服机构 进行深度采访 呈现弱势族群困境真实反应 希望能唤起更多的同理心 和社会关怀 记者林立吴志恒综合报道